可能也是在这个间歇期啊 攻略攻之道说球有了一定帮助 看看这一次到了进区内 邓巴巴左脚打门 骗出了球门啊 上半场第十一分钟 邓巴巴获得了一次绝佳机会 到了进区内之后 广告了对方的后卫 起左脚奔远脚而去 这对于绿地生花来说 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在中路的连续渗透 大长腿过来了 进来单刀机会 广一下 哦 闪转腾诺莫雷诺 太精彩了 这球可以说是永贯三军啊 这个个人能力没得说呀 扣一下之后速度极快 上到了进区内 罗瓦生辰紧接着大门 真的可以说是咸没急走一阵风 一脚射门 震山林 邓巴巴这段时间 拿球机会不多 只能是后撤拿球 热球断了下来 结果搓进搓出 又被西索科给抢断 看看百家俊 送了一个直塞 莫雷诺又到了进区内 左脚横敲 再打门 这球进得太漂亮了 行云流水的配合 进球的是卡西尔 老当义壮啊 这是卡西尔连赛的第九个进球 烟能懈怠再生年 不过还是得说啊 莫雷诺这个传球太血液了 太销魂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在防守端 又是宋直塞 打身后 佛人亮撕破到的进区内 传过桑托斯的一点 大门球进 我们可以看 边才是举棋越位了 这样的话进球无效 这是下半场啊 为这茅台非常好的一次机会 进区内 有没有机会 握射 球进了 这个球有没有越位啊 边才没有举棋 镜头给到谁穿的呀 桑托斯一气握射 把这个球给打了进去 哦 是米西的传球 没有越位 哇 真的是啊 和熊飞几乎是站在一条线上的 突然的一次前插 现在是2比1 又是有犯规的情况 红牌 好家伙 刚说分不清楚 桑托斯红牌了 这个时候主裁判马宁 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这样的话 上海续深花是在客场2比1 战胜了贵州茅台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